请你看一下这段时间的 大宝有时间吗 你和中芯都是两个小组的 那你在吉地 中芯是不是在发射现场啊 他自己没跟你说 好长时间没见照面了 只知道他是出差 这次这个实弹实验 有没有危险性啊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国家 敢在自己的领土 进行导弹核实验 虽然我们做了充分的安全预案 但是危险系数依然很高 所以中央在一个月以前 启动了十万群众的大潜移 导弹飞行沿线 所有的群众全部撤离 导弹飞过去之后才能回家 十万人的群众 这个工程庞大而且复杂 但是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再艰难也得万无一失啊 那发射现场有危险吗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发射现场 最怕的就是导弹起飞以后 它会有一个姿态调整 一旦失败 倒再松下去 当场就会引发核爆炸 那负责发射工作的同志呢 据我所知道的消息 现场有七名同志 志愿成为导弹控制员 他们已经写好了遗书 我们两代小组称他们为七勇士 不过你放心 忠心 应该不在他们中间 好 好 喂 钟勋同志 你这是 将军 我 我 爸 我要是能活着回来 我们 别说了 别说了 爸都答应了 爸答应你嫁给他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 不要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